佛说,世上一切皆为因果,那佛家中的因果论到底讲的是什么呢? 佛家认为一切法皆是依因果之理而生成或灭坏。 因是能生,果是所生,有因必有果,有果必有因。 因果关系最浅显的表现就是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的法则。 这就能解释今天你面临的一切都是有因的,所以今生你才会承受这个果。 你可以抱怨这个世界不公平,但佛陀在无限万千世界里看到最公平的地方,那就是一切事物依然遵照因果定律。 有时候我们的不理解,真的只是我们的认知和思维太狭隘了而已。 很多人会问,为什么我整天做善事,补师,放生,供养,但还是没得到善报呢? 有句话讲,菩萨为因,众生为果。 这是因为菩萨认识因果的原理,看到了众生的不幸,所以对自己的每一个起心动念都会特别谨慎。 因果是基于元起性空的根基演变的,所以因果之间还有一个原字。 有的因产生了,如果原还在,就不会产生结果。 也许很长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,结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单位,大约是一万四千年。 叶因不灭,无论多少结,欲元则是现形,原灭,果就会显现。 所以不是不报,时候未到,善恶都是如此,别太为果,急不来。 有些人不拘因果,做了坏事,也觉得没有恶果,觉得自己可以沾沾自喜,可是那只是因为原,还没有灭。 等到原灭的时候,你就会明白,果报是终究会来到的。 其实,因果远比水月所讲的要复杂,一个式的因成就一个果,或者更多的果。 而那些果,又可能成为下一个因。 因果定律不用争辩,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就好。 学佛其实是对自己良心的交代,并不是做给别人看的,所以也不需要谁理解,也不用在意谁反驳。 因为你修的是自己,因果也不可赠予他人。 好了,今天水月就聊这么多,咱们下期继续。